翻譯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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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議題叫勞動法 為什麼叫勞動法 各大學有沒有開勞動法 勞工法 勞動法跟勞工法什麼差異 感覺好像勞工法比較窄對不對 勞動法比較寬 各位這慢慢有一些概念 我在台北大學這棟樓 開的課程叫勞動法專題 我們有另外一堂課叫勞工法專題 我滴死不開 為什麼 因為你想要勞工法 你想像的就是勞工問題 勞動法它不是一個勞工問題而已 有勞方有沒有資方 有沒有一種人不是勞方也不是資方 有可能 有沒有主管機關 對吧 還有各位以後要當律師 再做人家法律顧問 裡頭一大堆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是一個勞動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的營隊叫勞動 而不是勞工 想要勞動就想要勞資關係 對吧 各位我們要進入開始去思考 並不是來告訴各位 哎呀公司有沒有減少 工時有沒有太長 工資有沒有短少 又被解僱了 這都不是核心重點 我們最後了解 勞資之間到底站在什麼樣的地位 你們覺得老闆最害怕什麼 各位未來可能你是受僱人 你可能是老闆 你可能就是法律顧問 你覺得老闆最怕什麼 各位要去理解 特別你身為我們未來都非常可能是法律顧問 這個針對勞資爭議你真的要做的事情叫什麼 建立體制 讓他有體制去談 有申訴管道 這種有權益爭議的勞工最怕的是 我說話你不聽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那就要來聽聽他擔心什麼 所以老闆非常害怕 勞工跟我吵這個吵那個 其實老闆最怕的還不是這個 他不怕出錢喔 賺錢的公司不怕出錢 各位要去知道那個脈絡 你覺得老闆還怕什麼 商譽受損 商譽為什麼會受損 離職員工爆料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人家在思考 離職員工爆料 那我要怎麼處理對不對 還怕什麼 離職員工爆料會影響很大嗎 老闆覺得最怕的事情 恐怕不只這樣 還怕什麼 內部補牧 就是下一堂上職場霸凌 是不是 怕罷工 各位都想到 有那種奇怪的 很爭取權益的勞工 有這個馬上就要罷工 各位知道罷工是 不是通常前行 一般企業 不是一定都動不動罷工喔 好來 反過來 勞工最怕什麼 被剝削 不給錢 怕被解僱 來 各位就想想看 我們要去理解 既然是勞動 意思就是有勞方有資方 老闆怕的東西 既然倒不是老公怕的東西嗎 各位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接近 對不對 各位想一想 老闆最怕的事情 剛剛各位的看起來好像很怕 最怕的事情是 公司機密被洩漏 對吧 最怕是發明專利被盜用 最怕是被挖腳 甚至公司病了最後就倒了 這老闆怕 至於剛剛所說的什麼薪資太少啦 工時問題啦 這些還不是老闆最怕的喔 但這些是可以透過制度解決的 我們來看我們到底有哪些制度 剛剛我有講 所有東西各位要學的 不是先如何罷工 不是先如何解僱 各位要先學的是 如何幫公司建立制度 而這個建立制度不是站在勞方 不是建立站在職方 要建立在知道勞資之間需要什麼 這才是我們所謂的 我們要建立的制度 那勞工怕什麼 公司虧錢你就慘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一直這樣加班拿不到錢 其實勞工最怕的一個東西叫職業災害害 最新的職災叫什麼各位知道嗎 你知道律師業最常發生的職災叫什麼 你要當律師之前要先心裡知道 你覺得呢 做律師你最怕的是什麼 你最怕的職災是什麼 公司不固定 我跟各位講你要先認識 律師就是公司不固定 你要先知道喔 有沒有一些行業就是公司不固定 有 律師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律師是不是勞工 是 可是他是什麼 公司不固定 勞基法罷失條之一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覺得公司不固定最怕 請問你是律師事務所的老闆 你有沒有可能讓他公司固定 沒有 因為當事人來你就要理他 夜間徵訓你要不要去 你要去 所以各位就知道我們是在意中求同 每個人最想要的工作都是什麼 錢多事少離家境 你覺得辦得到嗎 辦不到 對吧 那哪一個你辦不到 哪一個東西可以協調 就是我們要去找出來的路 好 那這些路怎麼辦呢 各位可以看出來 當然勞工所怕的突然被解雇了 拿不到薪水 公司過場 他更怕的是哪一天來了 找不到任何一個人可以求救 所以其實不管勞工雇主都怕是公司不見了 都怕是公司會虧錢 他其實共識是有的 但是我們動不動就認為勞資之間沒共識 勞資之間就要罷工就要幹嘛 不管的罷工 不管權力的請求都只是一個協調 爭議處理機制 但是那個不是我們勞動法的本質 好 讓各位熱身一下 好 來看 勞資爭議非常多 這些通通是 勞動企業包含很多 從什麼叫勞動契約 勞動契約的內容 勞動契約的附隨的 嘎怕的所謂禁業禁止所有的東西 發生了執災 甚至最後你被解聘 這些全部都是勞動契約的內容 所以各位 我一個勞動契約 我今天身為一個 可能我自己就是要訂契約的人 我可能就是所謂的法律顧問 我可能就是律師 你就是要明白 我一個契約內涵到底是什麼 而且剛剛郭老師為什麼念之再之 一直跟各位強調一個事情 叫做體制 叫做制度 當我們把制度先建立 而在事業單位 是一個都賺錢的狀況之下 很平和的狀況之下 建立體制 發生問題就沒問題 舉例而言 譬如說 如果我平常在體制裡頭就非常清楚 勞動契約的內容 你要給我工資公使之外 你的附水的 該給我的退休金的提交都有提交 所以萬一我公司不幸倒閉的時候 你不會真的你死我活 為什麼 你的退休金已經提交了 退休金在哪裡 在國庫 在勞保局 你只要擔心一件事就可以 擔心中華民國倒了沒 因為放在勞保局是國庫 你不要去關心 這個公使倒了沒 所以當你平常都有的狀況之下 真正發生了不幸的併購 被解聘所有東西 衝擊不會這麼大 哪一種會真的你死我活 各位看到很多非常嚴重的罷工事件 譬如說我們看到的 以前很多的紡織廠 罷工 絕食 撞火車 那些事件為什麼 這些人被解聘的時候 既沒資遣費也沒退休金 什麼都沒有 所以重點是體制 好 那這些各位有機會都應該理解 那我們最核心來知道 什麼叫勞動契約 那各位當我知道勞動契約 其實有件非常重要 各位站在這裡要學習 那你要解決糾紛 事業內單位內解決糾紛 還要到事業外面 叫訴訟 我們勞動法 在109年做了一個重大改革 也就是它在民事訴訟裡頭 多了一個叫勞動事件 那勞動事件又多了一個叫調節 也就是讓有話法官跟你好好說 來談一談 不要進入訴訟 訴訟不是主要的業務 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做的是解決問題 所以各位知道 那當然 行政訴訟還是這樣 因為勞動法 它涉及的叫民事訴訟 勞動訴訟全部都有 甚至 當兩個擺不平的時候 只要到我們的大法官去解釋 現在到憲法法庭 到裡面去解釋 這張圖就是一個很簡單 來讓各位清清楚楚知道 什麼時候公佈了這個東西開始做 那它其實在那裡把勞動 關係放得非常寬 讓各位吃到就好 那各位要吃到的是 來 什麼叫勞動契約 剛剛的法律寫那麼清楚 哇 各種的各種的勞動關係 包含勞動契約 工作規則之類 點點點點點 各位有可能上過勞動法 沒有上過勞動法 那我們就回來檢討自己 實習律師 社會律師 組織律師 譬如說各部門的組織律師 合夥律師 組織律師 靠行的 合屬辦公 哪一個人要簽勞動契約 哪一個 各位覺得哪一個是勞動契約 我再問各位一件更具體 民法有沒有勞動契約 沒有 沒有吧 還是你學的民法跟我不一樣 沒有 就承擔勞勞 都承擔勞勞委任對不對 你覺得哪個可能是勞動契約 縱使他的勞動契約 為什麼郭老師寫說 他有可能不適用勞基法 我們勞動法沒有法典 而是散佈在勞基法 治安法 這個勞保條例 治安法 各種各種 但是最核心 講到勞動契約 唯一有白紙黑字定義的 就是勞動基準法 OK 民法沒有 好 來 受僱律師是勞動契約 為什麼 有僱傭就是勞動契約 所以有僱傭就是同屬性 看起來是一般有時候第一個直覺 僱傭就變勞動契約 僱傭真的是勞動契約嗎 受僱律師因為受僱嘛 看起來是重屬於這個事務所 所以是勞動契約 好像對喔 主責律師是什麼 主責律師就是譬如說這個部門 譬如說有關於勞動事件的勞資爭議 或者你可能是負責工程的 那個主責律師 你想想看我是受僱律師 我是勞動契約 為什麼主責律師位置這麼高 為什麼會變成還是勞工 為什麼是勞動契約 不管你是不是獨立監案 請問受委託是誰受委託 是律師事務所受委託嗎 所以你的主責律師是 實習律師是 那你怎麼定位實習律師是 你只在實習 而且實習期望的可能 有重屬性 有拿報酬嗎 沒有報酬為什麼會變勞動契約 如果我沒有拿報酬 何來勞動契約 所以獲得薪資不是他的要件 對吧 而且他獲得的是薪資嗎 他獲得的是薪資嗎 所以這裡開始發覺 世紀律師他有提供勞務 可是拿到報酬那個好像不是那麼確定 何屬辦公是什麼 你們這四個律師何屬出了一個名稱 在這邊辦公都獨立監案 看起來不是阿翁契約 因為他自己是獨立監案 他有可能自己還去聘人 對吧 他才是真正的僱主 好來 已經講了何屬辦公已經講了 剩下合夥律師 主持律師 主持律師不是帶頭 主持律師通常也很少接案 他通常是那個BOSS 這個事務所的老闆 但他應該是律師沒錯 對 他從屬於誰 律師事務所有很多種型態 有一些就是一個律師事務所的型態 有些律師事務所他會去用公司型態 那公司型態就會變成 我的主持律師 我是不是還是受僱 也就是我們慢慢突破的慢慢想 類似公司好像裡頭總經歷 他是不是 但一般主持律師大概不會是公司的型態 還是另外登記 基本上就這個事務所 他是代表事務所 所以他是代表人 所以他代表人就不可能是勞工 他不會是勞動企業 好 來 合夥律師 合夥律師基本上 他也就是所謂老闆 老闆跟主持律師同個老闆 知道他們合夥的關係 所以各位我剛剛所講的 各位所提出來 都不是精準答案 為什麼不要提精準答案 任何勞動法的一個爭議 不要看形式 我可能跟你講你是哪個哪個哪個 可是要看實質 符不符合我們接下來說 我講的事情 所以各位知道 這都我們碰到 那郭老師為什麼特別講 這些東西是不是用勞基法 我們勞基法是一個非常吊詭的事情 適用勞基法要有幾個前提 第一個前提是什麼 你是勞工 你是勞工 你一定適用勞基法嗎 不是 你還要適用勞基法的適用範圍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當我縱使我今天可能是勞工 舉例而言 在我們律師事務所沒有區分 我是主責律師 跟我是受僱律師 只是我可能所謂基層的律師 跟我有負責小部門 我可能是主管 其實在勞基法沒有差異 可是有些 在勞基法適用的時候出現差異 最典型的差異就是醫院 醫院實習醫師 適用勞基法 受僱醫師 適用勞基法 住院醫師適用勞基法 但是醫院的主任 對不起 勞基法適用的時候把他排掉了 醫院的院長排掉了 所以他就會 他明明醫院的主任 他其實跟我們的主責律師是很像 但是他被排掉 所以各位要知道 要能夠適用到勞基法 第一個你一定是勞工 你已經簽了勞動契約 你還必須適勞基法適用範圍 我們古代在103年之前 我們到104年為止 律師都不適用勞基法 這麼多的受僱律師都哀鴻騙也 說我當然適用勞基法 但是沒有被納入 一直到104年才納入 但是適不適用勞基法 跟我簽不簽勞動契約 跟我剛剛給各位看的勞動事件法 沒有等號 我縱使不是用勞基法 我簽的是勞動契約 如果走到勞動事件法的訴訟 仍然是事件法的適用範圍 所以各位照著那個邏輯 這幾個法律 所以各位必須有機會去好好看 好 來 迷思第二 勞動契約需不需要書面 各位可以想像 未來你去工作 去面試 你的流程會怎樣 看到可能你從什麼一億人力銀行 看到哪個事務所就在招募人 就寄了你的履歷過去 好了 這個主持律師跟你談一談 談一談 覺得很不錯 好啦 你就那個身分證解我可避一下 要辦勞健保 下禮拜來上班 請問契約成立了沒 有 所以你覺得這樣子我契約什麼時候成立 是你跟我說下禮拜來上班成立 還是我真的踏進事務所成立 雙方合議 可是你在面試過程 有人跟你合議過嗎 他跟你說 下禮拜一來上班 就這樣 那你要不要拿到那個書面契約才算數 你一踏進來 他說你來幹嘛 他說你不叫我來上班 我們有簽約嗎 你怎麼回答 就一直實現了 就簽約了 到底勞動契約要不要書面 不用嗎 勞動契約要不要書面 不用 請問一下民法契約要不要書面 馬上搖頭 民法契約是什麼為原則 口頭為原則 什麼時候要書面 我們法律有特別要求 有沒有哪部法律要求說勞動契約要書面 沒有 所以各位看出來 勞動契約不用書面 不用書面爭議就很大 到底是通知你可以來上班那一天 踏進去那個時候 甚至有些人非常非常運氣差 今天好不容易整裝打扮 我要去上班 第一天一出你家門口就被車撞了 勞動契約生效了嗎 剛剛說要踏進來才一時實現 請問一下你勞動契約生效嗎 還有 同時有兩家事務所要我 我還沒到 你知道我要去哪家嗎 也不一定 對不對 所以各位知道 因為他不是書面 所以出了很多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就兩件解決 因為你從來沒有來 我怎麼知道一時表示是一致 通常就為你來的來上班 但是問題來上班會出事啊 所以例外的 把契約的效力提早 就是在執災的部分 那執災的部分 只要你要 契約開始的那一天 凌晨 凌晨開始就算了 好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不一定要書面 但是有書面更好啊 為什麼 可以白紙黑紙 來 再問一下 不一定要書面囉 好 那勞動契約內容主要是什麼 來 勞動契約你今天來面試 就是我們明法一百五十三條 意思表示要一致對不對 請問什麼樣的勞動契約內容 意思表示一致契約才會成立 最重要勞動契約內容是什麼 勞動契約 勞方最重要的義務會是什麼 資方最重要的義務會是什麼 你會最care什麼 什麼東西一致契約才會成立 難道他叫你來上班你就來了嗎 你會考量是什麼 最核心是什麼 好 薪水 是不是 好 薪水 你會在面試的時候問嗎 會 那你覺得老闆會怎麼問你 你會問薪水 還是老闆會反過來問你說 請問你薪水要多少 薪水這件事情是勞動契約核心啊 那你以為實務上通常就不敢講了 這時候你會更含蓄 薪水要多少 一公司決定 你知不知道公司怎麼決定 不知道 或許這個公司有什麼 就是有個薪資表 什麼大學畢業研究所起薪多少 這時候就是義章的決定 所以我不一定會很具體的講 但是你具體講就變成意思表示 一致囉 好 除了工資 請問老公還擔心什麼 剛剛很多人都講了 公司 不然工資一致 那公司不一致囉 我提供做什麼勞務 要一致對不對 你如果在面試老闆 除了問工資 你還會問公司 你會怎麼問 工作內容是什麼 你會為我們加班 對不對 老闆說目前沒有 結果未來就叫你拼命加班 你覺得他有違反勞動契約嗎 要看加班的情況 偶爾就可以 可是我們業績太好了 常常有 尤其我剛好跟各位講 律師事務所的工時 是依照勞基法84條之一 如果是律師 因為當事人來啊 我就要夜間偵訊啊 然後你這位律師就說 不行耶 夜間偵訊 對不起 我不要夜間上班 請問夜間工作是加班嗎 夜間工作就算加班嗎 不見得喔 各位要知道 我今天跟你談的是 薪水 我的底線就是 不能低於基本工資 至於你談多少 是你跟勞資約定 至於我談的工時 我們中華沒有工時 沒有最低工時 只有最高工時 那如果我今天沒有超過8小時 我一個禮拜沒有超過40小時 我縱使是晚上做 我都不叫加班 各位要知道 不是晚上做就變加班 所以這裡就要去清除 但是一般會怎麼說 依照公司制度 當你授權依照公司的薪資 當你授權依照公司的制度 只要公司制度沒有違反 勞動法的強制規定 就這樣了 就這樣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 這裡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當我沒有書面 怎麼辦 大部分勞動契約是沒有書面的 當我沒有好好去約定 具體的工作時間 具體的工資怎麼辦 來問各位 如果當時說就免疫 然後就說沒關係 依照公司制度 結果你一開始講2萬8很懊悔 結果發覺公司覺得你不錯 結果就開始升2萬8 3萬 3萬5 到4萬了 有一天 你發覺 老闆就寄了一封信 請大家共體時間 大家全部減薪水5千塊 有沒有違反勞動契約 加薪的時候你都沒有意見 減薪你覺得有嗎 你覺得減薪沒有違反勞動契約 所以就是那個一輩子的記憶改不了 是不是 2萬8就有2萬8 我現在不對對不對 那怎麼辦 所以勞動契約裡頭 勞動條件會不會變動 會 當然會一直往上 公尺也可能調整 但是那個勞動契約不是我們想說 我一簽了我就有改不了 我當時是2萬8千塊沒錯 可是他現在已經變4萬了 那個加薪的時候你會不會去抗議 說老闆你寫錯了 我們約好2萬8千8 所以4萬不行 不行嘛 有利於你的時候你都不會抗議 但不利的時候 這是跳到一個很重要的法理 勞動契約的不利益變更 它有很深的法理 那通常 當我沒有好好去寫勞動契約 各位必須面對一件事 勞動契約 它的意義沒有工作規則這麼大 我們在實務上 各位在未來實務上 最常碰到的工資工時的約定 不會在你的個別契約 會在大家共用的工作規則 所以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不利益變更 會是你簽訂之後重要的改變 所以各位要知道這個東西 第二個 勞動契約簽囉 剛剛郭老師說來上班就算囉 我可不可以跟你說 聘你一年 你就是聘期一年 勞動契約有沒有定期 我們民法 民法契約 定期是什麼意思 不定期是什麼意思 定期呢 定期期滿要怎樣 要不續約就是缺了消滅 好 來 今天你受僱當我的律師到我事務所來 然後簽一簽 多少錢簽了 聘期一年 一年到了 你要不要來上班 還是彼此摸的 一年到了 老闆都沒有跟我說續約 所以我是不是 剛剛說什麼 如果定期契約期限限滿沒有續約就什麼 消滅了 法理是不是這樣 那你到底要不然來上班 那你會怎麼做 就來就繼續上班 勞動契約就在這邊所講 到底你今天什麼原則敢就坐在這裡 我就來上班 勞動契約原則上是以不定期為原則 它跟民法的定期不定期是不一樣的 然後契約的定期必須有特殊原因 什麼特殊性 短期性 季節性 臨時性 所以只要我這個工作不是定期的 譬如說有沒有可能定期 有啊 譬如說我今天就是臨時承包了一個政府的採購案 而這個採購案它有一個特殊有某個專長的工作人員 而你就是那個 可是這個採購案呢 定期就會結束 結束之後就不雇用 所以各位要知道叫原則 所以當我們學勞動法 各位要學的不是先學例外 要先學的叫原則 這是最核心 也不是站在勞方 也不是站在資方 任何一個勞資關係所思考的是 勞方會怎樣 資方會怎麼樣 哪個比較合理 至於你的理想 在你要實際運作的時候再去放進去 所以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們一年一聘這件事情原則不會 要具有理由才有可能會定期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那當然什麼叫例外 待會兒會跟各位講 打工的就是例外嗎 部分工時就是例外嗎 勞務承攬就是例外嗎 都不是我們想像 我們要把他搞清楚 好 適用期間 哇 受僱囉 明天來開始上班囉 適用期間三個月 適用期間是不是勞動契約 適用期間是不是勞動契約 適用不是 因為在適用就不是 剛剛有講 他是不是勞動契約 各位同學所參考的是什麼 有沒有從屬 有沒有屬於這個公司 有沒有這個 這個告訴你要怎麼做 那適用期間有沒有 適用期間要不要朝九晚五來 要 要不要拿薪水 要 工作可以隨便 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嗎 對 那跟勞動契有什麼差異 因為他名字叫適用 好 來 你是老闆 他適用期間呢 人家 譬如說一個案子 可能兩個小時做完 他五個小時還做不完 因為是適用期嘛 如果他說是勞動契約 所以適用期滿了 你不留他 可以嗎 因為如果他不是勞動契約 適用期滿 該走人就走人了 但是如果他是勞動契約 你要好好評估他 勞動部說適用期間就是勞動契約 適用期滿 你要看看他符符的勞基法的規定 才可以解聘 你是老闆 你覺得適用期跟不是適用期會不一樣嗎 為什麼要適用期 各位有沒有想一想 能不能生日 因為我們是不定期僱用 萬一這個請神容易送神難 怎麼辦對不對 所以其實適用不是只有勞工被適用 其實雇主也在被勞工適用啊 為什麼 你也會覺得 我待在這裡 好嗎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如果我進來就告訴你 最少跟我簽一年 簽兩年沒有就要罰最低服務年限 這時候你會告訴我適用期間是勞動契約嗎 你一進來才發覺這不是人呆的地方 要趕快跑 如果是勞動契約 你要被罰錢 所以你覺得適用期間是勞動契約嗎 各位這叫拿捏 非常難 我們有很多勞動的問題 非常難拿捏 沒有準據 來各位去思考 原來勞動基準法施行法有適用期40天 後來拿掉了 為什麼拿掉 因為他說40天跟現在實務不合 而且適用期到底是不是勞動契約 其實有很多很多爭議 就勞動部自己就做了一個檢視 說適用期就是一個契約 就是勞動契約 所以如果要解僻人 還要以勞動基準法來做 換而言之 你沒有特殊 可是在實務上就覺得 適用期不是純然是對勞工好 或者對勞工不好 適用期其實是一個 在實務上是可能操作的 所以後來法院的一般的實務上 就會一面倒著找向說 適用期如果你有可能認為它是勞動契約 就是一種叫做什麼 一元論 就是一個勞動契約之下來 一種叫二元論 兩個契約合併 你繼續 就是我們說不定期繼續就繼續 但是無論如何 在法院對於適用期間要解僻人 就會採取寬鬆 換而言之 它就會你要有個報告說 真的適用出來是不適合就可以解僻 但是如果一般勞動契約 我要依照勞基法十一條解僻一個人 必須要先評估 不行給你改善 改善再不行才能夠解僻 它的程序是有點點差異的 所以各位講到這裡說郭老師為什麼要講這裡 各位知道勞動法法令雖然很多 可是還是不夠周全 所以有非常多我們的主管機關 勞動部的含令 也非常多法院的發展跟很多學歷發展 所以各位慢慢就要去思考 當我看一個制度的時候 尤其看勞動法制度的時候 絕對不能偏一方 你一定要去思考這制度下去適用 一定有勞方有資方 那到底它的目的在哪裡 所以我必須告訴各位 適用期間是不是勞動契約 如果我講原則 他就會認為他是勞動契約 但是他是一個契約還是兩個契約不一定 有不同的學歷 那至於縱使他勞動契約 他跟一般勞動契約完全一樣嗎 也不完全一樣 但勞動部的解釋令法院會聽嗎 解釋令在法律上意義是什麼 參考 好 是參考啊 因為他是解釋令 他不是法令 各位要知道他是解釋令 那勞動法這種解釋令非常多 他解釋令是解釋給主管 他所下屬的地方政府在勞動檢查適用 是給所有的事業單位 會自己在建立法制適用 至於法院他沒有百分之百必須參考 但是法院當然很多會參考適用 所以各位大概知道 來 接下來最後一個 有勞保救世勞動契約嗎 這是很多人講 我說你是不是勞動契約 下一句說我有勞保 好 各位 勞保 現在參加勞保的人有1200萬 有適用勞機法人只有800萬 所以各位 有勞保跟是不是勞工 這是不等號喔 勞保他放的是比較寬鬆 你可能是自營作業者 你可能是實際從事勞動的雇主 你可能就是不固定工作的勞工 有很多很多 像參加職業工會 所以參加勞保 有勞保不見得代表你就是勞工 也不一定簽的是勞動契約 你可能簽的是承攬契約 你有可能是委任契約 都有可能 所以各位要知道 好 所以這些迷思都講完了之後 各位 現在還進入正題 這一張圖就是剛開始同學說 因為他受固 所以他就是勞動契約 馬上打臉 民法沒有勞動契約 民法只有大大的僱傭契約 小小的承來委任 這些都可能是我們聽到的契約的形式 但是這些他們的可能最交集的地方 都叫勞契約 各位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在法院實務上 很少人打確認勞動關係存在 而直接打僱傭關係存在 因為民法沒有勞動契約 所以我就直接以這個來用 那這個法理叫什麼 叫類推適用 當我找不到固定的一個契約 我在混合契約我就會用類推適用 所以各位大家知道 所以嚴格來講說 勞動契約是雇佣是錯的 但是勞動契約大部分是不是雇佣契約是對的 各位可以看懂 好 來 那勞契約民法裡頭 提供勞務的契約沒約定 原則上應該是什麼 是委任 雇佣契約他只是一方 於一定或不定期限提供勞務 幾付報酬 看不出重屬性 對吧 雇佣契約只是一個給薪水 一個是提供勞務 就叫雇佣契約了 他是平等的 他不是重屬的 重屬勢在勞動契約勞基法才有 指定勞固關係具有重屬性的契約 所以你覺得這兩個是一樣嗎 當然是不一樣 他是一個交集 交集 所以各位大概知道 好 那這個是我們契約的性質 所以嚴格來講 我們應該是確認勞動關係存在 尤其勞動事件法之後 而不是去確認雇佣關係存在 好 來 那我們講到勞工契約囉 性質我還沒講 契約當事人是誰 你說勞工和雇主嘛 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的契約當事人 勞工契約當事人 真的只有這樣嗎 現在政府裡頭 最常有的一種叫做勞務採購 或者簡稱派遣 我這樣說也不精準 各位知道為什麼不精準嗎 派遣跟勞務採賣有什麼差異 有人知道嗎 他們都有簽契約 勞務承攬簽的是什麼契約 他有一塊勞動契約 請問勞務承攬的勞動契約跟誰簽 政府是勞務承攬的雇主嗎 既然是勞務承攬 是把勞務交給別人去承攬 他簽的 不是勞動契約喔 來我跟各位講兩個例子 這兩個例子你就可以分 誰叫勞務承攬 誰叫派遣 勞務契約到底是誰簽 第一個台北大學 法律學院打掃的人 每天早上五點鐘就來打掃 他們裡頭有一個叫經理 我們台北大學法律學院 給他一個辦公室 所以當今天這裡很髒的時候 我不會去跟打掃的人員說 你這裡要掃喔 我會去跟那個經理說 你的同仁沒有掃乾淨喔 所以這些打掃的人 請問他是受僱在誰 在台北大學還是清潔公司 清潔公司 所以這叫勞務承攬 這個清潔公司 跟台北大學只有承攬關係 而他自己的僱用的人派來這裡 台北大學對這些人 沒有任何管理權 台北大學面對的是承攬人 承攬人派了一個叫經理來管轄 再講另外一堆人 叫台北大學的保全 各大學都有保全吧 門口那些警衛 對嗎 那些警衛派了很多人來 我們輪班 好 今天台北大學法律學院不幸發生了一件事 叫做友人是雅賊 跑去圖書館偷書 我講的都是事實上發生個案 去偷書結果我們保全拼命追追追 結果追輸了跑掉了 後來想要偷書就雅賊就算了 請問一下那些保全 他沒有派任何人來管 當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院長馬上去說 保全 你們這個為什麼 那個執勤的時候為什麼沒有注意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但是我們對他直接指揮監督 可是請問是誰派他來的 台北大學保全他的老闆是誰 是台北大學還是保全公司 那些保全他的老闆是保全公司 那台北大學怎麼可以管他 所以勞動契約是他簽的 那我們怎麼可以管他 我們可以管那個人嗎 那你有沒有想過什麼原因不行 那天天坐在我們那邊保全 我不能管他 跟剛剛那個為什麼不同 剛剛那個純是勞務承攬還是承攬 承攬我就是定做人跟承攬人 對吧 可是這個保全呢 他受募在台北大學嗎 感覺他不太像 可是他為什麼在台北大學遊蕩呢 我們又可以對你指揮監督 感覺怪怪對不對 這個就是所謂更新型態的 台北大學也好 保全公司也好 對於這個保全人員來說 兩個在某些部分 他都是雇主 這是派遣 各位主要這是特別 我們傳統就是一個勞資 可是事實上慢慢慢慢發展出來的 派遣 雇用跟使用是分開的 雇用跟使用是分開的 好 還有一個各位要知道 你看到老闆不見得是老闆 譬如說各位 我們最近很流行 有些事業單位很喜歡到一個地方 叫英屬維軍群島 開公司 然後台灣叫做英屬維軍群島分公司 請問你勞動契約是跟英屬維軍群島 那個總公司簽的 還是跟台灣這個分公司簽的 誰是你的勞動契約當事人 我有可能是母公司子公司 總公司分公司 我更多的叫做關係企業 勞動契約他可能簽的 雇主可能就是關係企業的當事人 關係企業的當事人 勞動契約的當事人已經慢慢放寬 包含剛剛的派遣這些都是 如果各位說他到底說我勞動契約當事人 其實在各該法規不一樣 勞基法的是罪嚴的 那你可能有看到什麼大解法 法性平法 治安法那些 你到每一個地方都不一定 尤其最近很夯的密兔事件 誰該管理他放得非常非常寬 所以不侷限於那樣窄 好 各位 終於講到最核心理論 我讓各位去比較 一個是勞動部的含例 一個是4至740號 告訴我們什麼叫勞動契約 來 這是我們都可以當順口六來念了 人格重屬性 親自旅行 經濟重屬性 納入生產組織 這幾個標準是實務上早就出現 什麼叫重屬性 沒人講 這個在實務上就有 而且大法官也沿用 好 那這個東西怎麼去看呢 人格重屬性當然包含指揮監督 包含我對你有沒有懲戒 有非常非常多 那親自旅行他的解套就是在承攬不一定親自旅行 那這個勞動圈要親自旅行 經濟重屬性是這一次 74至74年最頭痛 什麼叫經濟重屬性 案件記籌會不會有經濟重屬性 譬如說各位今天是房屋仲介 賣出一出房子 你可能得到千分之一 難道我案件記籌就不是經濟重屬性嗎 什麼叫經濟重屬性 我今天賺了錢盈利是為公司盈利的 風險是公司承擔的 但是最後你賺了錢 你可以幫我加薪 你可以給我紅利 由你來分 也就是公司承擔 所以並不是我今天做的比較多 業績比較多 你就一定賺錢 舉例而言 各位近年發生一個慘劇 叫做防疫保單 如果我今天是承攬 防疫保單我就是那個保險經濟人 當時賣到爆對不對 所以賣到爆 如果我每一張只要抽 五千塊 那個很多經濟人都賣好幾萬張 是不是就賺爆了 結果當年那些保險經濟人 在快年底的時候突然發覺一件事 公司虧欠 公司虧本 不僅沒有拿到案件記籌的錢 連加薪都沒有 年終獎金都沒有 你覺得這樣有問題嗎 你做得要死 每日門業做防疫保單 結果最後 從天上掉下來 你本來在想 哇今年的那個紅利不少 紅包很多 結果發覺沒有 為什麼 經濟上你賺的是為公司賺啊 除了為公司賺 這個防疫保單的風險是誰承擔 公司嘛 所以不是你表面上看叫賺 因為他有很多很多的 內部需要的成本等等等等 到最後他賠了一大堆 結果他公司是賠的 是賠的 所以各位知道 經濟從屬性 如果你是一個獨立承爛人 我一個案子你就要給我多少 至於這個保單賺不賺不管我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 具有從屬性的勞工的關係 這時候 縱使保單接很多 不代表我可以拿到更多的錢 所以這就在猜 為什麼郭老師會舉這樣的例子 也就是同樣保險公司 也有一些人叫獨立承爛人 也有一些人叫做受僱勞 一個契約他操作上有可能是這樣的人 有可能是那樣的人 不一定只有一種形式 好 各位要知道 好 那納入生產的組織 不管你是橫向 縱向 有沒有分工合作 這非常重要 好 這是我們通常會從指揮監督 雇主對你有沒有指揮監督來去衡量 但所謂的指揮監督不是很具體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到律師 律師 我受僱律師 難道我的主持 主責律師會一個一個字挑我嗎 不一定 我並不會對你的專業一直去監督 主責律師他已經到某一個程度了 你覺得會有我們的合伙律師會一個一次挑你嗎 也不會 所以各位知道 指揮監督專業性越高的人 他的指揮監督越少 我只是制度面告訴你 譬如說時間怎麼樣 地點怎麼樣 要不要打卡給你一個制度面的指揮監督 所以各位要知道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標準 那接下來很數數的 有幾個東西各位可以去參考 而且是有關於勞動契約 重屬性判斷非常重要的標準 第一個是針對食品外送員 勞動部班的指導原則 他直接告訴你說 這些指揮監督我列十幾項 只要部分重屬就可以了 這是勞動部的含令 那為什麼勞動部會這樣含令 因為太多非典型的雇用關係存在 所以他告訴你說不要受制於名稱 你只要裡頭有一些有 也就是部分 而不一定要每項有就可以 這是勞動部 衝著4-740號做的解釋 來跟各位講4-740號 他直接告訴你保險的這一些經紀人 他最有結論認為不是勞工 我們大家法官做了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判斷 你們不是勞工就是承來 為什麼 第一個你工作時間不固定 你愛去就去 第二個你是案件記錄 更嚴重 你們沒有工作規則 你們的工作規則是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 各位知道原因出在哪 為什麼大法官做這樣 因為當時叫你簽僱傭 你有沒有簽 沒有啊 所以你認為你不是 你認為你不是啊 所以你就是承攬 而且我從來沒管過你啊 你要去拉生意就拉生意 你這個也沒有打卡 哇 各位就有看出來 反而他就是把我們勞動部一個重屬性十幾項 只要部分重屬就可以 4-740告訴你 工時可以自己決定 工資是按鍵記籌 然後你的沒有管理規則是依照財政部 所以我直接告訴你非勞工 但是4-740的影響在哪裡 讓各位很清楚知道 就影響在保險業 金融業 其他的不完全造4-740 特別是 哪一種人就是勞動部現在想做的事情 他們到底是不是勞進去 是嗎 從屬性判斷是嗎 穿制服 制服你自己買的 各位覺得真的要穿制服嗎 現在還有穿嗎 制服誰買的 自己買的 最近有一個小偷很喜歡偷什麼 各位知道嗎 偷這個箱據說滿保溫的 結果誰跳腳嗎 各位有看到新聞誰跳腳 Fu Panda Uber E完全不跳腳 各位知道為什麼 因為是你們自己買的 對吧 衣服不一定 還自己買 工作時間呢 按下去就按下去 是不是 他到底是不是勞動契約 現在還在法院在大戰 勞動部堅持就是勞動契約 堅持勞動檢查 勞工堅持 我想上班就上班 我不要讓你管 但是發生殖災我要負責 要你老闆負責 所以 最新的一個關係 勞動部這樣含令下來 就允許他們走 災保法 是可以家保的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這個大戰還沒有結束 照勞動部解釋 他是勞動契約 但是還沒有定案 好 那時間的關係 就謝謝大家 沒辦法再講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